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惊心动魄的剧情 电影沉默呼声改编自真实事件 述说着一群不为迫害 为呼唤真相的人们 在一场人权迫害中 触动人性的故事 公式有话好说 制作人及主持人陈信聪 观赏电影之后 有感而发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然后你该让更多的正确资讯流通 你就应该背负那样的一个媒介 而不是把这个讯息中断掉 那我觉得大家如果都有这样的一个 做法跟认知的话 事情会变得比较好 而不会让这一种压迫 残暴或者是反人类的行为 一再的发生 身为特应会后座谈的语谈人陈信聪 与台大名誉教授明居正 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 石板明夫相继表示 传播真相是每个人的责任 这正是中共极权所惧怕的 这个电影的话 我觉得让大家更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更关心中国的民主化问题 如果说大家能够做出一点点贡献 包括传播真相也是独献之一 这样的话呢 其实是为了大家自己 其实是为了大家的 这种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今后我们大家要继续努力 继续把这种社会中的不公平的事情 继续替这个挖掘出来 继续替作的发生 这是我们作为媒体人的使用 我想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使用 电影《沉默呼声》 在台北的特应会 遭中共关押五年之久的NGO工作者李明哲 也协同妻子前来观赏 8月中旬 沉默呼声将在全台戏院同步上映 沉默呼声 对自由发生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家伟 昭廷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全开阅 涮不冷 地湾台北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